张学良这个名字 经过多方努力 蒋介石才接受了停止内战 联合抗日 然而张学良囚禁蒋介石13天 却换来了54年的幽静岁月 张学良发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后 在国内掀起了轩然大波 他在西安事变后 护送蒋介石回南京 却反遭囚禁 从此开始了漫长的软禁生涯 这一关就是50来年 期间 他与蒋介石只见过两次面 第一次见面 是他被蒋介石关押了20年后 第二次便是蒋介石去世的时候 他被宋美龄特批 临时放出来参加蒋介石的追悼会 那么他与蒋介石的第一次见面 都说了些什么呢 当时蒋介石将他邀请到自己的府内 刚一见面 两人都保持沉默 一句话也不说 当年 北伐战争中张学良是最大的功臣 可以说 如果没有张学良军队的援助 蒋介石是很有可能战败的 因此蒋介石能够统一南北 张学良功不可没 然而换个角度 如果不是张学良发起兵戒 蒋介石最后也许不会败退台湾 所以 蒋介石对张学良怀恨在心 他将自己最终的失败 全部赖在了张学良的身上 然而 西安事变后 蒋介石也给张学良 留下了伪君子的印象 因为他背信弃异 承诺不会对张学良进行报复的 结果还是发生了 虽然两人产生了仇怨 但曾经也有恩情 两人久久不语后 张学良先开口 对蒋介石说 蒋介石看了看 眼前的张学良说 少帅你也秃头了 他们这些年来的恩恩怨怨 就着在这几句话中蔓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